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說一下去暗粒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程序 就是深層清潔 近來天氣轉開始我們的油脂分泌多了 所以很多時候可能一起來會覺得我身邊有 或者是下妝後覺得自己暗粒好像浮曬出來 我上兩個星期就開始發現 咦?不是我真的天氣轉 雖然這陣子天氣是經常又冷又熱 都不知道究竟是皮膚和樣子 好像穿衣服一樣 都不知道應該用什麼 因為現在的天氣 其實看著濕度泥去塗護膚品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但有時候真的轉不切的時候 如果我們用深層清潔去打底線 令到我們皮膚本身夠乾淨 出暗粒的情況也會少很多 今天其實想介紹一下各種不同的天然泥 因為天然產品 如果它是深層清潔的產品 通常都是用一些礦物泥 例如白泥、綠泥、粉紅泥、死海泥、土泥泥、 其實也有很多種 例如竹炭的泥 都遮蓋了大部份的泥 基本上它們的種類分開兩種 一種就是泥 就是你用的時候要自己開水 然後撈成漿 然後當成棉膜 另一種就是你可以立刻塗在臉上 通常這些就是加多了不同的成分 其實各有好處 基本上就是一個方便 一個就不太方便 你要自己加水 但是如果一些要自己開的 即是本身只是一些泥 它其實就是少了一些防腐劑 因為不需要用到防腐劑 你需要加水的時候才用 所以它刺激性也是會減低的 首先想說一下 很多年前都已經開始用的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用到 Airtac Secret的這個 土奶泥 我特意搜尋過它的中文名字 因為比較少見 好像都是一些 例如美國或者外國那邊 都會比較多人用的 英文是Bentonite Clay 其實它除了外敷之外 可以做臉書之外 亦都是比較出名的 在外國是用來內服的 claim它是可以排走體內的一些重金屬 還有一些毒素 排出體外的 這個我自己是否試過 不知道 如果在面膜上 我覺得它這個效果是乾淨的 尤其是在一些比較油的時候 用完之後 是覺得整塊臉是去了油肝 幫助到面可以排毒 用你的皮膚排毒 吸油 其實這個是即時會看到效果 暗粒毛孔是從小到 但其實我想說 是不只是它的 其實很多的泥都有這個作用 除了我沒有那麼多 不知道為什麼死海礦物泥 我是做不到這個作用的 只是會紅的 先說回這個 其他泥先 其中這個土大泥 它坊間其實也會建議用一些 蘋果醋去混合 都變成漿 我自己也試過 都蠻敏感的 因為可能是一些醋的成分 是較為刺激 雖然 為什麼要這樣加醋 去跟這個面膜做 就是因為 它可以更加去到那個角質 它可以是代謝了那個角質 令到你用完之後 皮膚乾滑很多 我自己就做不到這個方法 我只用它來加水 這樣做 效果是夠清潔的 但當然 用所有的泥 其實都一定要馬上補濕 就算不做保濕面膜 都那個護膚品上面 夠保濕 就完全沒有問題 好啦 其實泥有多少種呢 有很多種 不同顏色的泥 那個的清潔程度 都會有不同 那也都要因著不同的皮膚去用 那譬如好像粉紅泥的話 其實它就是會最mild的 那 但我自己試過 即使我自己的皮膚 即使我真的較為敏感 那用粉紅泥呢 其實那個清潔效果 就真的沒有那麼乾淨 即是怎樣說好呢 沒有那麼吸油 吸得那麼厲害 那我就要視乎 那一排如果是不太敏感 那我自己就喜歡 可以用一些白泥和綠泥 去做過深層清潔 例如好像這隻 Final Organics的 Purity Mask 那它本身呢 是白泥來的 也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就是一些染物 那它有打碎了的染物 另外呢 也有Oat Brown的這些 幫助去淨化皮膚的一些成分 那它 那我自己比較喜歡 一些mixed的面膜 是因為各種不同的精華 混在一起的時候 那麵呢 其實夠乾淨之餘 也有更加好 有很多客人問我 皮膚是怎樣 屬於哪樣 適合用哪一隻面膜 會比較好呢 其實這隻面膜 和那隻面膜 有些甚麼分別呢 其實我剛才說 泥最主要 是有兩樣東西的 就是吸油 還有排毒的 另外呢 說回這個Purity Mask 它裡面還有些甚麼呢 就是有些 有些玫瑰花瓣的powder 有Corn Meal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 比較修復你皮膚的東西 有些杏仁的成分 所以它再加上少許精油 就有些舒緩的成分 那這個白泥 和另外一隻的Purity Sorry 這個Scrub Mask 有甚麼不同呢 Scrub Mask 主要的基礎是用綠泥來製造的 另外呢 也是有行人 還有 Old Brown 還有一些Essential 其實跟這個Purity Mask 是差不多 其他的配料是差不多 但基礎就是白泥和綠泥的分別 一般來說 白泥呢 其實是什麼呢 是高領土泥 高領土泥我自己試過 就比起綠泥是會更加乾淨的 更加吸油 但要視乎你皮膚 那一期是否真的需要吸油 因為如果不是 我自己比較喜歡 可能是Green Mask 如果很久都沒有做過深層清潔 突然之間很想快點有效 白泥是真的會馬上有效的 我覺得 還有這個Bentone Clay 即是那個土泥泥 用完之後都馬上會白了 但是土泥泥呢 我感覺上是會有少許 較為這個高領土泥刺激一點 即是不說其他配料 如果只用這個高領土泥 即是白泥和這個土泥泥 其實這兩個 即時有得問 就是我覺得 土泥泥會較為 比這個白泥刺激了一點 因為我之前試過用土泥泥 泥敷的時候 那一刻真的會有些紅的 暗牙底也會覺得紅 但表面是乾淨的 但我感覺到 不知道有沒有排毒再用 會比較高 這個可能是有些好東西 但我不知道 這個 有沒有排毒出來 其實怎樣見到呢 就是有一個方法 就是當你生一些很毒的瘡 例如一些硬勢籠 或者是 最主要是很多 乳血在裡面的暗瘡 如果它是有排毒到的 其實一般是說 你用完之後 第二天那顆東西 已經小了很多 那可能這一個 就是暗瘡方面 需要找的一些功效 好了 講回這個Scrub Mask 講得很暖 但我盡量就 即是想比它們不同的功效 Scrub Mask 另外一個就是Scrub Mask 用的時候 因為它有些耳脈 就會按摩一會 然後再當面膜敷 那這個過程 我覺得是很滑的 很舒服的 比起這個Purity Mask 它就會滋潤一點點 因為Purity Mask這個白禮 用的時候 雖然也有這些耳脈可以幫助 Expoliway 但是這個白禮 因為磨的時候 就沒有這個Scrub Mask 那麼滑 所以就 depends on你想要的效果 如果我想要吸很多油的話 那就是Purity Mask 這個白禮會比較好 如果是想有一點油滑的感覺 那我就建議用這個Scrub Mask 即是磨的時候 你會覺得舒服一點 但是呢 雖然說這個叫保濕一點 這個Purity Mask 這個綠色的泥 但是你敷完之後 其實它也是很乾淨 因為用完之後 整個面 面是會啞光了 油粉是少了的 所以這個就要遇犯了 一些如果真的很乾淨 或者是較為敏感 你不想它抽 總之你不想它抽油粉的話 就不要用泥了 好了 其實粉紅泥 可不可以用敏感皮膚 或者怎樣 我覺得不是那個步驟 我自己就覺得 應該是要先補水 糖補水 就不要管那些暗粒 有時候是 怎樣說呢 在一個cleanser 或者在哪裡 著手呢 這個是有方法的 所以就不一定要 規限自己 是不是敏感的時候 都想去暗粒的話 都要用泥 那就不一定是這樣的概念 那 好了 那就說完了 另外 就想說 又是這個白禮 就是Beauty Sensation的這個白禮 Purified Mask Powder 其實跟這麼多白禮 有些什麼不同呢 我都真的很認真地想了很久 這樣才能分析到這一篇 因為我想給大家一個 比較清晰的概念 那 剛才說的高靈套禮 就是 Purified Mask 和Beauty Sensation的 White Clay Pore Purified Mask Powder 有什麼不同呢 最主要就是 我自己在我的皮膚裡 用完Beauty Sensation這個白禮 那它是夠乾淨 但是呢 它還是會有一點點的 有一點點的保濕 我自己真的覺得 要Depend on你想要什麼 如果你是 之後的Skin Care程序 未必會做到這麼保濕 因為真的 未必個人做到保濕的 我發覺 因為可能很多原因 可能是因為覺得 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放那麼多Skin Care 在臉上 又或者是覺得麻煩 又或者是有很多原因 這樣的時候 可能你用這個白禮 Beauty Sensation的白禮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用完 Purified Mask 這個 其實我真的覺得 要放多一點時間 在保濕的 因為它完全是 張高浸油 但是 要視乎你自己之後的 護膚程序 是有多足夠的 如果不是 Beauty Sensation 這個 也是一個好選擇 因為它的程度 會有分 雖然大家都是白禮 就可以Serve到不同的人 好 那想開始說 立刻用的 不需要自己混合 因為它有很多的 品牌 其實都是 不是光禮 因為市面上 實在 很多人的Feedback 或者 其實一般人 就不太喜歡自己混合 覺得是麻煩 但你用開 其實你習慣了 我自己覺得 會是一個問題 亦都因為可以很安心 用 但其實如果你想找一些 不 想方便 立刻塗下去 敷下去 就算了 真的不想搞那麼多 都有很多選擇 但是要小心減 因為可能 譬如 其實我之前 就介紹過 下班 已經差不多兩年之前 就介紹過 Havana Organics Havana 那個牌子 死開抗脈 就是異色的牌子 我都有介紹過 用 其實那個是好用 但有一個問題 我後來發覺原來 它有M.I.在裡面 當然會再繼續介紹 推薦給大家用 因為 如果你說沒有東西 皮膚可以的 即使我那時候 大家都知道 我是敏感皮膚 但不是長期都敏感住 那時候 其實它一上臉 是刺刺的 刺刺的 我不知道是M.I.問題 還是本身 死海礦問題 其實上臉 真的比較容易 會有刺刺的 可能活性太高 還是怎樣 我用了那個 其實馬上 都是一樣有這個效果 一樣有清潔了 美化了的效果 但因為我於成分問題 所以我就很繼續 賣那個牌子的面膜 但那隻 其實效果都出的 我主要想提醒 可能 如果你比較 成分 conscious 的你們的話 就 看一些 如果是立刻可以 創臉的 面膜的成分 那我就想說 我想分享 其實我想 這個牌子 Seafloor 這個 排毒面膜 我們已經見過無數 很多次在這個影片 但我不肯定是否在看過 那我就來再說一次 因為我對它的認識 亦多了 它裏面有一些冰川泥 冰川泥 其實可能跟死海礦物泥 都 是不同的 但是 那個 也有很多海洋的成分 海洋有些什麼呢 就有一些 礦物質 也有很多 微量元素 這些微量元素 就可能未必在我們 食物裏面有提取 但是 對皮膚也是有排毒的作用 所以 如果你說 選擇一個 排毒面膜 我真是第一個選擇 因為它的成分是一流 是Seafloor 其實就 不需要擔心它有什麼特別 就是 不應該用的東西 亦都是個成效都很大的 它這個排毒的變化 如果你想吸油 你就不用想它會做到這件事 亦都跟很多人說過 吸油 我真的覺得它不太能吸到 但是如果你說 生一些很大的瘡 或者是一些 你很喜歡排毒的時候 什麼時候需要排毒呢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 要看你平時用的化妝品 是不是天然的化妝品 如果你還是很鍾情用 外面穿上的粉體 或者是一些 眼眉 唇膏 所有的品質 那排毒面膜 就是你應該要 維持續做的事情 因為它可以去到 重金屬 以及做一些 你自己在表面看到的事情 所以 這個 其實 為什麼我會知道 它排毒效果很好呢 因為有客人 它就生過大毒瘡 裡面有瘀血 有很大顆 就整個 不知多久都不去 那星期基本上都日日用 很快那粒東西已經去完血了 亦都比較快借 之後就是去印的時候 所以這個面膜我很建議一些暗瘡皮膚用 但是你說敏感皮膚剛剛用呢 敏感的時候我又不建議它用 因為這個Sea Floor的Active成分是比較高的 它不是膜 只不過在敏感的時候 用一些可能較為Active的成分 反而會變紅 你會覺得敏感 以為它令你很敏感 那就沒辦法 因為敏感的時候所能用的東西 其實都是限制比較高的 OK 那講到排毒面膜 還有另外一種我也在Facebook介紹過 Nature of Siberica這個牌子 它就是一個Detox的面膜 它裏面其實你會看到它是黑色的 黑色為甚麼呢 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其中一樣東西就是 碳成分 碳成分其實可能在日本那些已經很久歷史 已經是做到 就是做一個排毒或者去濕 或者怎樣怎樣的效果的了 其實我對它的認識就不是說很大 但是我也有聽過很多人說 它暗瘡的皮膚 不是敏感的皮膚用了 我是真的覺得很好用 那我就不想排除它 因為我自己用過 就覺得它也不是一個吸油 我自己真的不覺得它吸油的 但是它是有一個排毒 因為它有很多成分 所以它有很多裡面的成分 所以它有很多裡面的成分 排毒是很好的 Study上面出來的 結果是說它的排毒是不錯的 我先說一下 分享一下 這個Ossia這個牌子 就是美國的牌子 其實我很多年前已經開始試它 它是我用過這麼多的 不需要自己混合的泥 裡面最好用的一隻清潔面膜 其實它是一個排毒很好的面膜 也是有吸到少許油 當然它有污垢的一個面膜 我沒有買的這個 因為因為它 但我已經很久沒有用過 因為它的價錢確實是真的貴的 因為一個的50ml 就已經說六百幾七百元港幣 那它好用之處 我覺得它比起很多已經 Ready apply上面的一些面膜 感覺是更加乾淨 用完的效果更加出 而且最好的那樣東西 它的成分是 all clean 全部都很好 裡面有海藻成分 所以是很棒的 那個海藻有紅海藻 也有其他不同類型的海藻 針對不同的膚質 那說一下它那個粉紅泥 其實它就付了一些比較敏感的皮膚用 用完之後它不會抽乾了油分 那就是會有少許 Moisturizing的效果給你 但我自己沒有繼續用 因為真的貴 而且我覺得我用多一點時間 例如用了泥 自己開水來用 把面膜弄得很乾淨的時候 再apply自己的面膜或者護膚品 我覺得它的效果也是一樣 或者是更加好 所以我就 但是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試一下 譬如說 你可以afford得到貴的護膚品 或者你真的很沒時間 你很想不管了 我只是想立即敷面膜 就效果好 那我就建議你可以試一下這個牌子 剛才說到死海抗物理 其實我都見過 香港坊間也有很多賣死海抗物理 不同牌子的 很多時候都未必是一些大牌子 那我自己在美國就買了很多 兩三隻的死海抗物理用 它其實都是一些已經可以立即敷的面膜 但是有一樣共通的東西 我就用到死海抗物理的東西 一定會拿的 就包括ahava那隻 所以就 我不知道是可能真的比較活性還是怎樣 但是我就想說 如果它令到我紅 但是我覺得它出來的感覺 有沒有乾淨到 毛孔有沒有細到 毛孔反而不知為何好像 不知是不是刺激過 好像會明顯了我反而了一點 那我第一天起床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都是沒有分別 好像打個仗 我覺得自己要那一刻的皮膚 所以其實這件事也是 第二天起床看到自己的皮膚是怎樣 其實都很重要去review一個產品 對於你的皮膚功夫 因為經過了一晚之後 其實supposing你應該是會看到 一個真實一點的效果 尤其是可能補水面膜也是一樣 或者滋潤面膜 你用完之後 第二天是否也是那麼水用呢 那是否keep到一晚 或者第二天會更加在裏面補水出來呢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去看這個產品 對不對 另外呢 就想剛剛也說過這個粉紅泥 粉紅泥有一樣東西很有趣的 對啦 通常它如果是粉狀那些 我就這樣用到上面 會覺得有一樣東西就是 就是紅了的 就不要白到的 因為它用完 可能都是有些色素 都是洗不掉的那些色素 那可能呢 就是這個就是白泥的一個好處 就是用完後通常會白一點 那多多少少 其實我覺得是有少少 因為那個滿身的色素問題 那那些色素就不用怕的 不是一些是 對啦 那剛才呢 大家所看到的 如果在我副頭可以買的 一些深神清潔面膜呢 都現在是有一個優惠的 那就應該是到 還有一個禮拜左右 但是如果有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看一下我的網站 或者是這個時候試 其實因為真的很划算 所有的泥 泥要自己開出的面膜 其實真的很便宜 所以是非常值得去用 它的效果很好 有一個好的禮拜呢 是應該可以收到毛縫 去到污垢 吸到油之餘 亦都是令到你的皮膚結症了 排到毒的 那就是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還未加我Facebook 想看一些更新 或者有時候說一下 review的產品review 或者分享一些什麼資訊 就可以加我Facebook 另外其實我有Instagram 雖然我很少更新 希望可以快點更新 不過有一件事就是 我這陣子儘量更新 自己的Blog 因為有時候可能拍片 需要長時間去Edit 如果馬上用到 因為我最近收拾過家 我是有200個 糊塑品 我未做review的 有些已經過了一期 但是我記得它的效果 我就希望可以快點 post了一些相片 或者一些比較簡短的review 可以放在Blog那裡 希望大家可以做一個reference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video 拜拜